哈囉我是SKYE 今天呢來帶大家用一台機器 五個訓練動作 30分鐘打造完美背部技術 今天我們會兩個兩個一組 總共分成三個組合來做訓練 因為講求快速 所以今天呢我們只會使用這台 二合一的滑輪下拉機械來做訓練 那我們就開始啦 第一個組合 對臥冠軍下拉搭配坐姿划船 對臥寬拉 這個動作可以說是能訓練到 背部大部分肌群的超高CP值動作 尤其是連平常很難練到的 斜方肌中下段都可以訓練到 下拉時身體微微向後15-20度即可 手肘順勢自然向內夾 迫拉時保持挺胸肩胛骨後收 回放時可將身體微微回正 全程注意節奏 下拉時帶點爆發力 回放時切勿過快 感受背部肌群與懶神的結抗 切記接下來我所說的每個訓練動作 都要保持相同的節奏 才能良好地訓練到我們的肌群 回放時深吸一口氣 下拉時微微呼吸 懶神划船 那我今天划船呢是用這個V型拔手 那如果你們在前面上 用這種常看到的T型或是這種拔手 他訓練起來的成效呢 其實都不會差太多 後拉時雙手及手肘切勿過度上台 並且避免手肩 我們順著大腿拉至下腹的位置 身體自然但不刻意的後仰即可 後拉時記得緊胸後收肩胛骨 回放時可以稍微放鬆肩胛 盡量讓手肘越過自己的身體後側 把手能躲貼腹部就躲貼 維持良好行程 鍛鍊好我們的後背肌以及斜方中下段 第二個組合 對臥開走高拉搭配對臥下拉 這兩個訓練動作訓練主術與主肩休息時間 分別為各四組每組十五下 主肩休息三十秒 對臥開走高拉 下拉的時候可以把手肘打開 並將上半身向後仰 達約三十到十十度 回放時可將身體微微回正 後拉時保持挺胸肩在我後收 手肘盡可能的向後延伸 並將握把拉至胸口位置 好來刺激我們的上背肌勳 與前一個動作一樣 必須保持相同的訓練以及呼吸節奏 對臥下拉 這個動作跟開走高拉看似雷同 但在姿勢上卻有很大的普通 下的時候把手肘收緊靠近身體 上半身不要過度向後仰 大約二十到三十度即可 同樣保持挺胸 筋甲骨後收 手肘盡可能的向後延伸 握把盡可能的拉至低於下胸 後來刺激我們的背部 尤其是擴背肌下腰的部分 回放時一樣將身體微微回正 掌握良好的形成 這個動作練到的部位 跟反手滑輪下拉類似 最後第五個動作 我們用懶繩面拉做收尾 這個動作著重在我們上背部肌群 尤其是三腳肌後素的部分 站姿定位將懶繩向後拉至合脫兩側 或甚至超過一點都沒有關係 身體保持一致略為後勤 懶繩方向為斜上斜下 同樣拉的時候帶點爆發力 回放時緩慢 感受三腳肌後素與懶繩的抗衡 這個訓練動作我們用15下做3組 主肩休息不要超過1分鐘 最後第四第五組我們做地肩組 做到大約13下力竭的時候 我們把重量降至半後再做15下 主肩休息1分鐘 好的那一次就是30分鐘 超高CPs練背 用中文台機器打造完美背部線條的訓練影片 分享給你生活忙碌卻努力播出時間健身的人 當然另外還有非常多很棒的練背器材 但是如果你時間真的很少的話 我會建議你先用這台唸到底 它可以讓你在最少的時間之內 唸到最多的背部技術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的你關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我們期待下次見 掰掰 星期間 三十五元 探索